我们说说农村生活 说到哪儿算哪儿 不知道会几集 这个农村 我们说了前两辈儿人都是农村 以前都是平房 没有这个高楼大厦的束缚 讲束缚就是住了楼房之后 亲戚往来 甚至朋友都少了 那平时在院里一开门 村里甚至大家都认识 互相呢 当然更多的就是 人见面三分情嘛 作为人道来讲 多少还是善 都会有一些好 相对来说好的会多一些 当然也有家长里短 这样来传来传去 可能有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也是对人的考验 总比你封在一个地方 画地为老强 这是第一个好 那城市呢 当然也有城市的好 我们先说农村 相比较来说 整体上还是农村好 那么 现在 它的环境相对会好一些 风水 它跟环境是一体的呀 你在这个阴天下雨会感知的更明显 出了门 也有时候 有时候你开窗户 看不好 然后到晚上呢 天空中的满天繁星 还是很浪漫的 很自然的 这才叫自然 也没有那么多污染 天总是蓝的 云总是白的 这是第二个好 那么 还有 这个风水 也是相对的 附带的 从一阴一阳 阴的一面 它对人的 身体 也会养人 运气 也会好 其实 你这个身心灵 它一体呀 只要 一个好 其他的 都会相待的受影响 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 整体上 农村 身体健康 得病的 也少一些 但是 但是有的农村呢 它可能 这个 全部招车 后外垫 这个比较孤 就不太好了 人还是要 多一点 你看农村的 房子 显得就很 宽敞 前面有个大院 明堂 知道有这个 那么讲 风水 它就 客人就多呀 也容易来呀 还有地方招待呀 这现实意义上 也是通的 那么城市 就不一样了 最多就是 这个 出去 上饭店 下个馆子 还相对好一点 你看农村 甚至昏桑下去 都是 在村里面 搞一些 一件事 不搞那么封闭的 那人呢 就会越来的越 压抑 在城市里面 你住的房子 没有那么高 那房是天的 在农村 要么搭起一个棚 能看到 也很高 起码要 三米的样子 人才不会感觉到压抑 甚至抬头就是一片天 那更好 当然了 如果说是 一片荒野 就是 太这种所谓的格局 你也撑不起来 也需要一个地方来聚气 那么主要的是 用在你这个 睡觉的房子里 更重要 那睡觉 即使是龙踏 皇帝所住的 也是非常小的 要聚气 要少开窗 能不开就不开 那么 人 这个 三代通堂 五代通堂 人气 也会旺一点 住地方大 就要旺一点 如果是 地方小 人又多 那么就容易吵架 这就很简单的吧 人 他主 还是相对于主阳 一个房子没人住 房子 大 人 小 那么就是 阴气重 那这种 甚至招一些邪罪 就会 发现 农村这种事 好像多一点 城市这方面 反而没见识 就是这样